崔毅仔附身的警察 刚准备给予仇敌致命一击 却不想反而遭受杀手的呼吸 难道他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抛影 果不其然 那份用来曝光泰宇犯罪证据的监控资料 当天就被电视台台长拦截下来 因为他早就跟对方有着密切的利益往来 泰宇得知崔毅仔居然还有这一手 心中不由的暗自松了一口气 好在自己提前安排杀手将他解决 想到这里正准备问问情况 谁知电话那头却传来崔毅仔的声音 原来他在杀手出刀的一瞬间居然死死抵住刀尖 轻松就将对方制服 泰宇气得轻轻直冒 但他很快压制住了怒火 既然崔毅仔这么难缠 他决定改变策略 当天下午 崔毅仔受到警察厅长的召见 说是有重要事情商量 结果他走进办公室一看 大仇家泰宇居然坐在主位 堂堂警察厅长就像个团局的小陪衬 这是泰宇惯用的伎俩 先是通过种种方式 彰显自己的权力地位 接着又以金钱利益拉拢自己的对筒 只要崔毅仔在文件上签字 他每个月将会得到大笔资金 崔毅仔沉默良久 掏出口袋里的钢笔 不过并不是拿来签字的 而是直接戳破了纸张合约 崔毅仔真正想要的 只有泰宇接受应有的惩罚 后者嘲笑崔毅仔就是关在游乐场的狗 凭什么跟他这位游乐场的主人斗 崔毅仔扔下一具走着桥 随后便大步走出办公室 他没想到泰宇的反击来得这么快 新闻报道突然插播一条紧急消息 康泰集团的代表泰宇 主动承认杀死了连环杀手画家 在众多记者面前 他声称自己遭遇连环杀手绑架 为了保住性命奋力反抗 最终成功反杀对方 他为自己的过失表示道歉 但是并未因此感到后悔 随后新闻又播放了一段泰宇 被画家带到地下室的录像 不过视频到此就戛然而止 在康泰集团的有心操作下 大量是民团体站出来声援支持泰宇 结果没过多久 他就无比得意地走出审讯室 在万前支持者的呐喊中无罪释放 接下来他要做的 就是将崔毅在这个臭虫彻底抹出 当泰宇登上飞往国外的私人飞机时 他派出的打手传来好消息 崔毅在已经被抓住了 泰宇的眼神火热 接着他便习惯性地吞下两粒小药丸 躺在床上呼呼睡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泰宇在剧烈的晃动中惊醒 藏室的广播响起低沉的人声 一一业举了被泰宇害死的众多人民 为了惩罚他 处于无人驾驶状态下的飞机 将在30秒后爆炸 泰宇唯一的生机 就是找到藏起来的降落伞 话音刚落 左侧机已燃起烈火 泰宇下的脸色煞白 不过总算在最后几秒找到降落伞 可惜还没来得及背上 就被气流冲出仓库外 面对如此绝境 泰宇不得不选择放手 因为下一刻飞机便在空中跨为碎片 匆匆记好将落伞 总算在落地前成功打开 可他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便被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飞 仔细一看 来者正是那位讨厌的警察 原来泰宇遭遇的一切 都是崔毅在精心安排的结果 既然正规途径无法制裁这位商业大佬 他便打算亲自出手为民除害 这一回他调用了 好几时轮回的记忆经验 以职业格斗家的水准 先是反制了那几位打手 逼迫对方给泰宇传递自己被抓的假消息 接着又凭借泰宇弟弟的记忆 得知泰宇睡前有吃药的习惯 于是提前将其换成了安眠药 趁着他熟睡的功夫 崔毅在将飞机设置成自动驾驶模式 接着便直接从高空跃下 虽然这次不再是无伞自由落体 但他还是准确降落到指定区域 算是弥补了那仪式的遗憾 根据降落伞里的定位 崔毅在又追加了一次补刀 看到泰宇仍然没有断气 他回想起知秀死亡的那一事 于是也学着泰宇的模样 戴上了不知手套 可就在这时 天空中忽然有巨物落下 烟雾散去后 显现出地狱使者的身影 他显然是来阻止崔毅在杀人的 后者才不管这么多 正要加大力道时 无意间看见地上的钢笔 随即便默默松开双手 因为知秀曾经说过 他希望故事有个美好结局 如果不顾地狱使者的告诫 当面杀掉泰宇 那么自己的下场肯定会更加奇惨 谁知泰宇却不打算放过他 刚刚回起利刃 忽然一阵大风挂来 将落伞带着他 飞向一面驶来的货车 穷凶极恶的大魔头 总算遭受应有的惩罚 他的双腿截至瘫痪 下半辈子将永远躺在病床上 就连杀只蚂蚁都做不到 这对富家大少来说 简直比生活在地狱还难受 不仅如此 崔毅在利用几时的记忆 搜集了大量有关泰宇的罪证 在网络上悉数曝光后 国会议员亲自参与调查 很快坐实了泰宇的种种恶行 就连跟他关联的政界高层 也统统被立案调查 而崔毅在的复仇计划仍在继续 他找到那位替泰宇顶包的私人律师 表示眼前有个翻案的机会 就是事发后被扔进下水道的行车记录 私人律师感动得痛哭流涕 谁知下一刻 崔毅在居然当着他的面咬碎了储存卡 对付这种为虎作伤的恶人 他选择以更加歹毒的方式报复 仔细盘算下来 几时的仇家基本收拾的差不多了 崔毅在将所有精力全都放在了抓捕罪犯上 也逐渐适应了现在这个警察身份 直到这天跟一帮匪徒打斗时陷入绝境 他以为自己的死期即将来临 却不想年轻搭档挺身而出 及时帮他化解了危机 在医院处理伤口时 崔毅在恰好遇到搭档的家人 后者的女儿年龄不大 但也知道父亲的工作十分危险 崔毅在向他保证 以后不会再让搭档受伤 小女孩信以为真 贴心地给他处理好手上的伤口 回到医院后 崔毅在看到搭档一家温馨模样 心中莫名的一阵酸楚 如果自己没死的话 也能像这样组建家庭吗 搭档康复出院后 崔毅在和他再次投身到抓捕大业中 却不想这回遇到一个硬查 居然从背包中掏出一把手枪 两个人顿时陷入绝境 崔毅在想到对搭档女儿的承诺 猛了一个加速 和这匪徒一起从楼宾翻下 他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回到时电的崔毅在 对自己的选择十分满意 地狱使者却是满脸嘲讽 突然来了句 你是谁 崔毅在还没搞清楚状况 额头再次迎来一粒子弹 这一回他附身的对象 居然是名流乱汉 早已经历十次轮回的他 丝毫不在意此时的身份 新闻刚好在播放前 一世警察殉职的消息 因为不为强权连破其案 官方给他颁发了大量荣誉和奖章 崔毅在心仰难耐 决定去看看自己的追悼会 现场摆满了各界名流送来的道辞 他的心中忍不住有些得意 看样子上一世表现得还不错 接着又恰好撞见年轻搭档一架 泪流满面地守在一向前 崔毅在想跟小女孩打声招呼 谁知对方害怕地缩进妈妈怀里 没过多久 他就被同事用一堆剩菜驱离现场 在门口居然还遇到 亲自过来悼念的国会议员 但是这些统统都与崔毅在毫无关系 走进楼梯间 他再次看见黯然神伤的年轻搭档 于是主动走上前 说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 死去的警员肯定不希望你因为他而自责 谁知搭档忽然来了剧 你是谁 凭什么能替他做决定 崔毅在的内心掀起滔天骇浪 猛然回想起地狱使者最后的反问 你是谁 虽然他前后经历了许多世人生 却都是为别人而活 知秀的忠告再次浮现脑海 人只有在做自己的时候 才是最幸福的 这时候既以水晶如约而至 可崔毅在不想再延续别人的人生 奔跑过程中 不小心从楼梯间鬼落 他就这样再次回到时间内 如今只剩下两次转世的机会 崔毅在终于醒悟过来 经历了多次轮回的努力与挣扎 在地狱使者眼中 只不过是一场可笑的闹剧 现在他只想快点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游戏 地狱使者也不默契 直接扣动轮回手枪 这一世崔毅在附身在一名中年大叔身上 他想摆脱记忆水晶 可惜最终都是徒劳的 大量信息汇入脑海 这个男人过着崔毅在生前最渴望的生活 一份稳定的工作 娶妻生子组建家庭 可到了中年之后 不但被公司无情裁员 就连妻子也离他而去 此时的心情就跟当时的崔毅在一样 好小不巧的是 他准备轻生的时候 刚好遇到正要去面世的崔毅在 当时他很想告诫对方 千万不要放弃希望 可话到嘴边硬是说不出半个字 崔毅在就这样再次回到时间中 地狱使者嘲讽他 以为这样就能快速结束游戏吗 或者信誓旦旦的表示 难道你还能阻止我去死吗 地狱使者出声反问 你真能做到吗 别忘了这是最后一次 也将是最痛苦的一次轮回 崔毅在这次转世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肯定不会是能够草草收场的角色 想知道答案的朋友 还请持续关注 咱们下期大结局见